既然你今日说起太子之事 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 玉儿只希望国本归一 其他不敢妄言 你不妨只当眼前是林家老伯 直言不会好难 荡儿是寡人唯一嫡子 勇猛果敢 立刻跋山 是开拓疆土的难得人才 所以前些年 寡人一直是荡儿为秦国未来的储君 但随着他渐渐长大 寡人看出他勇猛果敢 只不过是抱护平和 匹肤之勇 王者须胸怀天下 威而不猛 有勇而无谋 有败国之位 大王若以为公子荡不妥 那谁人更让大王重议 公子华年长 心思缜密 军功显赫 但魏国的势力曾对他有所企图 假之他还有个不争气的娘亲 难免束缚手脚 生下的就是稷儿 稷儿天资聪颖 量智良能 是寡人心头最爱 大王 可愿听月儿一言 说吧 在月儿看来 公子荡和公子华虽都溥育有侠 但稷儿却是最不宜记力之人 为什么 稷儿年幼 天性未定 聪明伶俐是好 但若一日变得过于算计 也会因计谋过度而失得 当年大王看好公子荡果敢 可旧日果敢 不也变成了今日鲁莽 何况稷儿阴年幼 大王格外宠爱 性情柔弱 人厚 事事又倚赖于我 聪明 但缺少决断 江山社稷 确实要一个更有决断的人来做主 这是你真心话 你真不愿稷儿成为异国之君 作为母亲 我希望孩儿既不辜负大王之望 又能一生平安无恙 若免为其难做异国之君 万一有差池 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虽然稷儿不堪国君重任 但仍可尽其所能 守护大秦 设计江山 造福一方黎民百姓 好 那依你之见 何人更为事宜 若以长远计 公子华更为何事 公子华曾为先王后抚养 借先王后之事 是众朝臣心中的储君 一文一武 德才兼备 更因公子华业已成年 心性已定 虽然魏国势力曾想左右他 但若能精心挑选贤臣辅佐 定能成其大业 可是 在寡人眼中 稷儿还是最好 只怕大王是爱乌及乌吧 后宫女子 若换个人处在你的位置 定会为了这太子之位 品得头破血流 月儿没有大王想的那样清高 只因把太子之位看得太重 所以才战战兢兢 如此 寡人需要再思量一番 此事 的确要有大王悉心斟酌 但朝堂喧嚣已久 立太子之事 不宜过分拖延 夫人 公子当又来求见 让她进来 是 荡儿拜见魏夫人 公子不必多礼 有话直说 魏夫人 你知道 我曾在园子里 与贵侄女相遇 公主 温婉贤淑 花容月貌 令我一见清新 可我上门数次 夫人却不准许我与公主相见 这是为何 公子当不是我故意要为难你 反倒我想求你放过我和姨儿 姨儿本是来探病的 被你这样三番五次上门来闹 她如何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 王后一心找我的不是 若是让她知道内情 定会大发雷霆 我受委屈倒也罢了 姨儿乃是未嫁之女 若是无端让她受此连累 且不是我的罪过 姨儿 姨儿 真是个好听的名字 好了 这都是我的不是 我不该容她进宫探病 更不该让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 抛头露灭 公子当 你是王后的嫡子 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 请你速速回去 也算是成全了姨儿 夫人 我是真心喜欢姨儿 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 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 任何人真心喜欢姨儿 都应该先禀告父母 向我王兄提亲 行六礼 怎可像你这样思相受受 我只是对姨儿思念心切 夫人若能容我 就看一眼姨儿 我 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 公子当 你这样纠缠不休 是陷我于不义呀 王后早已心存芥笛 我若是如了你的愿 定会被看成功于心计 谋算公子的奸人 只怕连姨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 勾引他人的罪名 夫人 母后一向宽厚仁慈 岂会轻易伤人明解 夫人 王后来了 王后来了 她怎么来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彩平 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 是 公子请 你 既然是这样 也就别怪我了 拜见王后 魏夫人 是你做的好事 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 你那个如花似玉的侄女呢 把她叫出来 臣妾愚钝 不知道王后说的是谁 你怎会不知 你弄了个美人进宫 先是勾引大王 然后让荡儿梦寐以求 怎么 敢做却不敢当了 哦 王后说的是姨儿啊 姨儿是受我王兄之托 进宫探兵的 日日诗书礼悦 足不出户 王后身为一国之母 一举一动 都为国之易范 岂可随意玷悟 我王兄之女的清白 你的执虐若无所图 怎么会赖在宫中 这么久都不肯离开 日日足不出户 只怕是 再算计着怎么张王捕鱼吧 王后如此猜忌 臣妾无言以辩 我已戳穿了你 既然既穷历劫 何不识相一点 让你的侄女赶紧离宫 免得两下伤了颜面 这么说 我的姨儿跟公子荡 的确不般配 般配 荡儿怎么会跟你的侄女般配 不要痴心妄想了 母后 荡儿 你都说了些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若不在 怎知母后如此蛮横 荡儿 难怪魏夫人 不肯让姨公主见我 你恶言恶语 让孩儿颜面尽失 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 也羞辱了母后自己 荡儿 她们是在用玉琴购送的伎俩 难道母后也常用手段 看别人都是伎俩 荡儿是被人掩了耳目 被谁 姨儿吗 若能被姨儿掩耳目 我情我愿 荡儿 你这儿 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儿 王后息怒 这就怪不得臣妾了 你跟公子当不请自来 臣妾 该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 臣妾在此恭送王后 我 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 大约你已经听到了 姑母 这秦宫是待不下去了 这几日你就回魏国 见你的父王母后吧 爷儿都听姑母的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师之冬鱼 收之丧鱼 大王那边没动静 却收了那公子当的心 姑母不想有意外之喜吗 这些年 姑母的意外太多了 怕了 若是姨儿能帮姑母 将冬鱼丧鱼都收入淮中 怎么样 公子当即将成人 议婚之后 或被立为太子 有朝一日成为大王 秦国的设计 一旦落入公子当的手中 姨儿必定会让公子 对姑母言听计从 倘若公子当未被立为太子 但有了这一层亲眷关系 大王也会对姑母另眼相看 到时候华哥哥想要的东西 也会更容易得道些 姨儿 你是不知道 我跟那王后是冤家对道 势如水浒 姑母若是通过姨儿 将公子荡抓住 难过的不是姑母 是王后 姨儿说的也有些道理啊 荡儿 荡儿 听母后的话 母后所做 无疑不是为了你好 我又不是三岁小儿 难道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 我 那魏夫人口密复箭 你不知道她的真面目 母后 别跟我提什么真面目 我见过这后宫女人的种种心迹 姨儿是我见过最真性情的女子 你是真的被那个魏国妖女 迷了心窍了 好 荡儿 母后答应你 一定为你在楚国找一个更好的如意佳人 母后生上吧 儿臣喜欢谁 那是儿臣的事 你是我的孩儿 你的婚事我怎能袖手旁观 那好 我告诉你 我和姨儿是天作之和 这辈子我只想娶她 除了她 我谁也不要 母后提亲去吧 王后 王后 我 我的头 好痛 快 去找太医 夫人 什么事啊笑得那么高兴 还不是正殿的事 今日公子荡 好像为了哪个女子跟王后吵翻了 王后犯了头疼病 把太医和女医治都找去了 结果太医的一番话 反而惹恼了王后 气得王后把太医给赶了出去 是啊 公子荡也到了该提亲的年龄了 王后是该替她筹划筹划了 娶亲也是为了太子的位分 只怕王后那边早有筹划 听那边的丫头学话 也难怪那太医确实迂福 太医说了什么 王后 您六脉闲耻 应是用心太过 素日积欲 兼心血较弱 心气虚而生火 所以诛邪上扰 引起头痛 宫中女人 哪个不是素来郁闷 又有谁能够夜夜睡得香甜 做御医的 把这套车咕了话来回说 都已经说惯了 到了王后那边 自然是要吃瘪了 也不知是哪家贵女让公子当这般伤心 宁肯跟王后翻脸 就是原来姑姑提起过的那个美人 王后 这是太医令开的调和气血的药 您服用试试吧 这些甜甜苦苦的药汤子 我都喝过多少了 要管用早就管用了 拿走 是 是 怎么了 魏夫人来了 又怎么了 王后 那个魏夫人来了 给我撵出去 是 是 夫人 臣妾未言拜见王后 臣妾得知王后与公子荡口诀争执不下 犯了头疾 特地来向王后请罪 荡儿被你蛊惑了心智 害得我们母子不和 你还上门来说风凉话 王后 王后你可是错怪了臣妾 臣妾 是真心来向王后引咎自责的 我今日倒是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招数 臣妾有些话 不方便当着众人言 如果王后允准 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有话就说 臣妾是想知道 王后是否有意 想让公子荡当太子 荡儿能否当太子 不是你我能定的 王后不必提防我 华儿分封衡门军 这太子之位 已经与她无缘了 如今我只想化干戈为玉帛 助王后一臂之力 公子之中人才济济 储君之事 只有大王一人心中有数 王后依旧口不对心 放眼秦宫 能够跟公子荡争位分的人 已经寥寥无几 可大王立太子 又需要一个妥当的契机 我不知魏夫人想说什么 欲制其国者 先其其家 公子荡的婚事若能尽快谈妥 那么立太子之事 也将成为大王的当务之急 臣妾知道 王后对公子荡的婚事早有安排 可是公子荡却对一儿一见钟情 这事不仅让王后觉得棘手 臣妾也觉得为难 何不说你是郑重下怀 不管王后是否误会臣妾 臣妾都以为 逆水行传 不如顺水推舟 顺水 那就把我的荡儿 推到你魏夫人怀里去了 强拧的瓜 怎么能抵得过水稻渠成呢 王后不如反过来想 公子荡背后若有楚 魏 两国的元首 那么储君之位 谁又能与她争 魏夫人请坐 谢王后 珊瑚 珍茶 是 臣妾深知这些年来 多次见罪于王后 若能促成公子荡与魏国的联姻 臣妾愿意将功折罪 魏夫人的好意我领受了 只是荡儿尚未成年 婚事不必过急 那是自然 王后若是信得过臣妾 臣妾愿尽全马之劳 荡儿是嫡子 荡儿的婚事有关社稷 最后还要由宗室和大王来定夺 有了王后的恩准 公子荡和姨儿 必是家偶天成 臣妾先告退了 家偶天成 我才不信呢 王后 那魏夫人说得比唱得好听 依奴婢看 她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 她当然不是真心的 我嫁入秦宫十几年 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 如今还想用我的荡儿拿住我 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们撕了她的脸 因为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如若荡儿真有楚卫两国援手 那大王也不得不顾及荡儿的联姻背景 王后真的印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 去 赵太医 让她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 王后想吃药了 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 是 是 姨儿 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 已经到了咸阳 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 夫人 那公子荡又到底把墙外眼巴巴地望着 样子真是可怜 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 好看不好看 姨儿 姨儿 你就这样走了 那公子荡自然放不下你 姑母看得出你对她也有了心思 既然如此你先回去 剩下的事就交给姑母来办 请 停车 停车 姨儿 走 姨儿别走 姨儿 是秦国公子 我是魏国公主 我们本不该这样见面说话 有违离法 你等我好吗 我会想办法 定不会负你 你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等你 我等你有什么用 我等得了你吗 我赢荡并非无能之人 今日于天发誓 无论多难 非你不娶 你若有心 就去求你父王向魏国提亲 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请妻 亲迎 六礼一样不可少 好 姨儿放心 亲亲自配 悠悠我私 姨儿信我便是 走 走 王后 干大夫 请坐 谢王后 知道王后身体前 但此事重大 不得不上门搅扰 是与荡儿的婚事有关 的确与公子有关 却与婚事无关 甘大夫请说 王后可知 近几日大王多次召集 朝中大臣进宫 询问公子华的情形 其中还有他封地上的地方官员 公子华已被大王分封在外 太子该是与他无缘了 就算大王看重他 又能如何 诸国当中 也曾有分封在外的公子 被重新立为太子的先例 王后不可掉以轻心 大王的心思 不会变得如此之快吧 不是大王心思变得快 而是有人在中间图谋 一定是那个魏夫人 还说什么秦魏联姻 家务天成 背后却 王后 还是再往近处想想吧 近处 难道是芈月 不应当啊 芈月要争 应该为公子济争 怎会推别人上位 再说那芈月与魏夫人 也是不共戴天 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 既可以让大王相信他毫无野心 不必对他进行提防 而且还可以收服 魏夫人母子做他的刀枪 待公子华与公子荡相斗下来 两败俱伤 那得力的人 一定是他和公子济了 快 扶我去找荡儿 王后您还病着 事不宜迟 我要让荡儿去仙氏殿找大王 求大王允准他们的婚事 父王 公子公子大王正在屁股重张 父王 大王 大王 知道了 母舰你先下去吧 父王 儿臣请求 与魏国联姻 理由呢 大秦与列国联姻 赵国和秦国 同宗同姓 而不婚 还有楚国和燕国 他们已经与秦国联姻 齐国总与秦国为敌 韩国又过于弱小 而自韩古关之战后 魏王痛悔 驱逐了公孙衍 并派使臣频频向大秦示好 儿臣以为 当今之事 能与儿臣联姻的 唯有魏国 若与楚国亲上加亲 岂不更好 收服巴蜀之前 蜀国频频与秦国作对 他背后就是楚国在捣鬼 还有呢 魏齐两国从不和睦 若是能与魏国联姻 秦魏两国便可联手 套伐齐国 寡人苦心教你这么多年 都没有把你教得私梁深远 不承想 一个魏国女子 就能够让你长大了 父王允准了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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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身子不济 该多歇歇 心里头的事情太多 不知道该是喜 还是忧 若是公子荡的婚事 那该是喜事 寡人原本 并不想让她这样早便娶亲 实色性也 王后与魏夫人历来不和睦 当儿 却硬要娶个魏国公主回来 大王的意思是 公子荡想娶魏国公主 王后不中意 王后也主动向寡人请求赐婚 你也觉得奇怪 王后爱子心切 虽在意料之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你说 寡人是否该成全他们 大王是说 成全这对小儿女的情分 还是成全两国联姻结盟 这两者皆是 若于公于私都好 芈月无话 可寡人看到你眉头皱得很紧 这位大王就真的有意于公子荡了 寡人并非没有思量过华儿 也私下做了些打听 没想到新近得到消息 华儿到了封地后 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 那些人 各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 对梅丽公子华为太子打抱不平 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知可否 相比之下 荡儿就算有缺憾 但也是旁之末节 而且荡儿马上就要娶亲 申取楚卫两国的背景 再加之出离子等朝廷重臣的帮衬 这太子只怕不得不离 月儿明白 你明明心里还有话 不要让寡人猜了 事到如今 两害相权取其轻 大王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 大王 营夫人到了 大王 长姐来了 张姐 坐 寡人近日身子不济 只好派人接长姐进宫 大王已经允准公子荡 与魏国公主接亲 此事就怎么定了 既然公子荡这门婚事已经定了 这太子的位分 恐怕也不能久托不决 大王 荡儿实在是 所以 不得不请长姐前来商议 不知大王的意思是 荡儿虽然努力 但生就性情莽撞 有血气之勇 无辩通之谋 太强必辙 太张必缺 作为王者 要宽颜有度 刚柔并济 公子荡是蒲玉 欠缺磨练和挫折 只要大王肯给机会 让他多多历练 不怕蒲玉不成宝玉 大王 你看公子稷如何 年龄尚幼 家之米八子不情不愿 寡人不想勉强 臣弟有句话不得不说 这立处之事 在朝堂上已经议论多时 宫中总部太平也与此事有关 大王该是听说前两日摘秋桃 两个内侍打了起来 争一个秋桃都这样 争储君之位还不人人搏命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哪 可 王兄 都这么久了 大王这咳疾不仅未愈 反而越来越重了 如今这太医院里 用意多余良意 是寡人自己身子不整齐 怪不到他们 大王 你一定要多多保重身子 这也是为了大秦的设计江山 是啊 穆监 在 笔墨伺候 你指吧 是 王后 大王下诏了 立公子荡为太子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大王下诏 立公子荡为太子 大王下诏 立公子荡为太子 太好了王后 恭喜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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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 郑主 凡是咱们殿里的 个个都打赏 谢谢王后 谢王后 还有 立太子 是宫中大喜事 吩咐下去 各宫嫔妃 每人赏卷十匹 三差两对 我要让他们 都添点喜庆 对 对 王后送我的首饰 太过贵重 我承受不起 妹妹不必客气 我听说大王下诏立太子 第一个想告诉的 就是你 公子荡的婚事定了 同时又立她为太子 真是喜事连连 芈月真心为王后和公子荡欢喜 大王事事将荡儿想在前头 对妹妹和稷儿未免不够公平 公子荡是嫡子 又是稷儿的兄长 大王怎么做都是对的 那就好 听妹妹这句话 我心就定了 王后定心 芈月也就定心了 今后 王后和芈月相处的日子还长着 稷儿年幼 希望王后对稷儿能够宽宏大量 妹妹一贯对姐姐宽宏大量 说这话真就见歪了 大王糊涂啊 就算他要为公子荡订婚 也不该如此仓促地立为太子啊 那公子荡空有一副好皮囊 实在是不郎不由 大王一旦后悔就会明白 立太子义废太子难了 我知道 一直怂恿大王立公子荡为太子的 有处理子和甘茂 那芈八子见识非凡 又是大王的身边人 为何不反对 芈月不愿出头除了自保 也是厌恶了后宫之争天性使然 早知今日会不当初啊 当初如何 当初芈月曾求大王 分封公子稷去巴蜀 我认为公子稷是大秦的稀迹 挡了他的道 我也原以为芈月会为公子稷争一仗 争 不光靠手段 还得敢害人 芈月冰雪聪明 却不肯害人 这大争之事 不争之人必有性命之忧 总有一日 她吃多了苦头就懂得 有些人不是你让着她 她就能领情的 那肝帽刚被声认为右下 这一下朝廷当中王后旗下的人 风头是越来越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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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